印巴局势越来越紧张 印度防长放话 我们将不排除突破这一政策的可能 自印度突然取消硬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后 性质完全就不同了 在宣布这一消息后 印度立即对该地区进行了严密的安全封锁和通讯封锁 意图将其彻底整合同化为印度的一部分 印度此举引起了巴基斯坦的强烈抗议 随即就降级了与印度外交关系 并终止了双边贸易 而巴总理更强硬表示 巴基斯坦准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战斗到底 并且必要时将会给印度一个教训 在印巴持续紧张的背景下 两国相继在克什米尔地区排兵布阵 印度动作明显比巴基斯坦更积极高调 目前印度已向边境地区增兵数晚 就在前几天的印度独立日时 印度还宣布设立一个国防参谋长职位 来保障印度陆军、海军、空军更好的协调 一般设置这样的职位 是为了保障战时决策的高效率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印度似乎为开战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在当天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称 印度军队越过边境线向巴方一侧开火 造成三名士兵、两名平民死亡 随后巴军进行了反击 打死了五名印度士兵 而印度在否认伤亡时还表示 是巴基斯坦先违反停火协议 冲突仍在继续 并且印军一直在边境调动兵力 似乎正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打击 这不免引起外界 对印巴发动第四次大战的担心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 巴基斯坦领袖警告称 印巴发生战争 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近日 印度防长辛格一句话 让世界失眠 他表示 印度一直遵循 不率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如果印巴关系持续升级 印度将不排除突破这一政策的可能